马来西亚吉隆坡大爱幼儿园 从去年开始招生 以礼仪还有品德为重心 得到家长的认同 而在今年的迎新日 气氛是特别热闹 四岁的小朋友 第一天和老师见面 已经完成一片 马来西亚大爱幼儿园 举办迎新日 让小朋友熟悉校园生活 也让父母学会放手 是有点紧张 因为毕竟他第一次上学 还好今天是有一个 兼职队这样子的 几乎波和雪兰儿地区的幼儿园 百家争鸣 每一所启蒙教育机构 所采用的教育方式 都各有不同 此季始终秉持 要给孩子的是礼仪和品德 其实我跟我先生 都很希望孩子的品学 品格是最重要的 学业那一方面 至少如果你不会 我们还能帮助你 但是如果你的品学那一方面 你不好 就是无论你去到那里 你都是不会被人家 接受的那个 正言法是他所要办的 治学理念 我们也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到这个环境 然后小孩子能够 治理自己的所有的事情 然后自己 而不是依赖家长 这个我想是 他一辈子的事情 奠定孩子做人的基础 也给了他们 能够受用一生的智慧 大爱新闻01 韦菲赫满小报道